有一个年轻人 刚学佛不久 他就问师父 师父啊 放下前世我不讲 看看今世 为什么作恶的人 往往这么富裕 而善良的人 却这么贫穷啊 师父跟他说 孩子啊 贫穷者 因为我们不愿意 把我们的道德 和富人的财富交换 因为道德 那是永恒的 财富可以每天的 更换主人 道德是别人抢不走的 财富那是暂时的 靠作恶致富的人 他的内心非常的空虚 他没有道德 所以他的富裕 也不会长久啊 我们对人间的名利财色 我们学佛人 不愿意去追求 想一想 一颗腐烂的果子 当你栽到之后 吃到嘴巴 也会变味道 虚幻不实的人生 就算你得到了 那也是一种苦啊 所以要想不承受 失去的苦 那就不能造下 强夺的因 所以虚幻不实的人生 离开 我们真实的生命太远 就像人间肮脏的地方 永远不会产生 干净和清洁一样的 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在这个人世间 没有一件东西 可以永远拿在手里的 唯一的那就是真理 那就是剥理 所以不要为自己的 一点成绩而满足 不要用功高我慢 宣告自己的毁灭 好好地拥有自己的佛性 佛心 把这个世界一切看破 看透 学会懂得无常 知道因果 你就是一个拥有 基本智慧的 学佛人 真的吗 好 那么 谢谢 一飞